這球還是有讓塔克找到的隊友 塔克打球的方式定位都非常的準確 難得看到博智跳起來 第一點前段是加快了不少這一球 給他來一下漂亮 讓我們博智再放棄兩分 沒想到塔克老江湖 但剛剛那個傳球塔克真的是 他早就知道博智會有機會空檔 他是故意等了一下 博智漂亮 我覺得今天晚上博智一定要好好聽博智吃個飯 剩下五秒左右了 王博智又上課 我只能說今天兩個松山高中的新人 算是震撼教育的一場 先看一下這一球又是 就是完全曝露在這個王博智眼前 儘管王博智 我們印象中比較不那麼強 可是一當他碰起來的時候 也是重量很嚇人 其實博智後來也是輕輕鬆鬆的 嗯